昨晚了一个烤猪排对老婆炫耀 老婆说你这也太生了吧 你信不信我给他一个九尺丁耙 他就能起来去西天取经 真羡慕你们这些有对象的 买副像骑吧 送私辆车还送俩对象呢 哈哈哈哈 风格又被黑了吗 一条这帮我心多忙 一来一出送走晚霞 这首歌我真的仔细研究过 这里面学问太大 我建议以后各位都不要再查 我们先来捋一捋这个西游记里头 师徒四人的分工你就懂了 孙悟峰 是吧 一般都跑到前面探路 唐僧呢坐着马 大僧挑着蛋 那问题来了 你挑着蛋 我牵着马 我是谁 我是猪八鸡 我牵着马 好吧 就是谁唱这首歌谁又成猪八戒了 我可做猪八戒啊 我这智商当猪八戒那不浪费了吗 我觉得啊 我朋友圈里这位叫键盘甲蓝了 他就比较适合当猪八戒 今天老婆居然问我魏王曹操姓什么 这也太笨了嘛 当时气得我真想一脚踹过去 魏王魏王当然姓魏了 亲是皇姓秦 魏王当然姓魏了 老铁没毛病 说曹操 曹操未到 曹操要过来捶你脑袋了 魏王姓魏 那我哈哈曹操会姓哈呢 哈哈 想骂人了吧 朋友 好了 又到了今天话题讨论的环节了 今天我在微信蝙蝠里发起的特别有意思 这话题啊 话题是 你们觉得练什么样的武功才能成为绝世高手 当然是这一招了 看掌 九阴百股掌 好掌法 我觉得是这个 一金金 好内力 我打 我打狗帮法 好棍法 我顶 金种照 好气垢 大金刚指 看指 指的好 吸星大法 我吸 高手 站住不许走 我点 葵花点血手 看出来了你是白斩堂的粉丝 慕容副部请自来 斗转星移 好嘞 你们一个个吸咋这么多呢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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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